大概多高 到你的腰 所以它的水在灌的時候呢 你剛剛看到的走上來旁邊這一塊崩的地方 也全部都是三魁圓 你剛剛看到的崩的地方 你走的這個水溝上來的地方 那整個坡面都是三魁圓 那是整個被切割滑下去的 它是怎麼切割 你看這個水溝 如果水是這樣子切切切切 切下去它有縫隙的時候 那這整個就滑下去了 這整個就滑下去了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三魁 它也是需要陽光的 你看看這個樹會不會長得很奇怪 長得像毛筆一樣 為什麼 它就是要把上面的這些枝葉 把它砍掉 那剪掉之後呢 陽光才能夠灑在三魁上面 所以呢 進到三魁圓裡面的這一個 一根一根的柳山 都只剩下前面的一小撮頭髮 然後那個時候 在前年的時候呢 我給大家看的頭影片 就帶了這個 我跟黃煥章老師台南社大 然後就邀請廉政公署的主祕 還有林務局的副局長就走過來 我們也是爬上來 然後那個主祕因為都是台北人 所以他走上來的時候就說 這可能到嗎 一直問 然後當然還是半片半紅 就快到了 然後他終於走到這邊 然後他很感嘆的講了一句話說 下面的這些工程 濫肯然後還有這些總總的問題 我們都跟他講 那他就嘆了一口氣說 如果他們沒有貪污 我也沒辦法 那那時候黃老師就說 你看看這上面的樹 被林務局 就是 林務局都不管 就是 你看到這些樹呢 因為你這樣修剪 這個樹也會不健康 它的水土保持也會有問題 但是沒想到 林務局的副局長跟 連政署的主祕說 不要聽他們的 那柳山本來就長這樣 真的是這樣講 然後呢 後來那個台南社大呢 黃環璋老師他 陸陸續續帶著學生 其實也到阿里山這邊來談 因為阿里山這邊 有阿里山溪 那還有巴掌溪 那過去那邊就是 很大的一個曾文溪流域 那曾文溪流域下面就是 那個曾文水庫 那整個水庫的問題 其實都跟這個阿里山的爛肯 是有關的 包括像上次的莫拉克風災 你看到這個崩塌很嚴重對不對 我們沒有看到另外一側的 整個集水區都跟這樣的崩塌一樣喔 而且崩得很厲害 就像你聽到的達納伊古也是崩成這樣子 所以當時 莫拉克風災進入到庫區的有9000萬立方米的土石 但是山區崩的這些 國土崩掉的這些 其實是9000萬立方公尺 乘以N倍都還沒有下去 所以當時呢 我預測了 這個水庫沒有救 這個曾文水庫其實危機很大 然後 陳怡峰老師也提到說 我們不是在上課的時候 我不曉得有沒有提過 台灣山區的波石綠 波石綠是整個東亞的22倍 就是我們看到的山這樣崩 因為我們的山很高 而且很陡峭 所以我們山區崩塌的情形跟波石的情形 是整個東亞的22倍 而且我們這邊降雨量又特別的高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台灣山區的寒沙量 就是 不是台灣山區 台灣河川的寒沙量 以濁水溪來講的話 它的寒沙量 全世界第一名的是黃河的渭水 全世界第二名寒沙量第二名的就是濁水溪 所以以這幾個 我們山上的濫肯這些問題 它就會造成我們現在現有的水庫淤積非常嚴重 但是這個問題 很少有官員或是在野黨會去關心 因為他們只對人不對勢 只要他能夠當總統 只要他能夠掌權 只要能夠把他拉下來 什麼事情都可以不用談 所以我也看到說 在前幾天的報紙 有看到李鴻元發出一個警訊嗎 李鴻元我覺得他還有一點良心 他講出了實話 他說2030年台灣的水庫沒有水可用 淤積的問題 我再講一遍喔 我們的高山崩塌波時的情形是東亞的22倍 我們濁水溪寒沙量是全世界第二名 我們高山的濫肯成這樣子 我們的水庫到現在 你以為我們在都市裡面 什麼叫做生態 生態叫做維生系統 你以為你開水龍頭會有水 你都沒有顧到這些小孩子 他們以後會不會有水 你以為在都市就可以存活 其實是仰賴了這整個森林跟整個所有的系統 維持都市的存活 但是我們一直在都市裡面 教育長大之後 我們忽略了 我們被切割了 那黃萬張老師就帶了他的學生來這邊上課 然後他們學生就準備了這個海報 然後就在這邊要守護山林 然後山葵爛肯 然後他們就在這邊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拍了照片之後呢 他們就把這個照片呢 擠成海報 就貼在台南社大的走廊上面 這邊好像有台南社大的夥伴 有幾個 舉手一下 台南社大隊 有印象嗎 也在山葵 你們之前有來過嗎 沒有 然後那個吳仁邦老師他就跟我講一個故事 他就說 去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是那個延平國中 然後延平國中剛好就是 有幾位教育部的 什麼什麼永續校委員的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 教育部他 我們在這幾個不停的 我現在是有個不停的